大家好 我是张欣 元宵节快到了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非常好吃的客家咸汤圆 是有包馅的哦 我老婆做这玩意还真的是一绝 我吃了之后每年都请我老婆 一定要做一定要做 所以今天刚好把这个 非常好吃的咸汤圆跟大家做分享 不过一开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咱们好久没讲历史故事了 大家知不知道元宵节 为什么要吃元宵而不叫做吃汤圆呢 其实它是有历史故事的 相传是从汉武帝时候来的 汉武帝那个时候有两个人跟这个故事有关 第一个是汉武帝的宠臣叫做东方硕 上司天文下司地理还会普挂算命 另外还有一个悲情的小宫女 非常会做汤圆 她的名字就叫做元宵 汉武帝非常喜欢吃这个名叫元宵宫女做的汤圆 自己吃就算了 如果有大臣来或者是朋友来 他也会叫这个元宵做汤圆给他吃 好背景就是这个样子 有一天东方硕看到大雪过年的时候 想要到那个宫廷里面去帮汉武帝折一枝梅花 结果看到一个宫女坐在旁边哭 那东方硕就上去关心一下 你为什么在这边哭呢 那宫女就跟他说我不想活了 我想要跳井 因为我在宫里面好多年都没有看到我自己的家人 东方硕看他哭得楚楚可怜 站在那个雪下面这么漂亮 一个美女居然这么的哀伤 他就说您先别跳井 我来帮你的忙 过几天你就会看到你的家人了 给东方硕怎么样 踩了梅花之后就跑去见汉武帝 心想要怎么说服这个汉武帝呢 直接跟他讲 他绝对听不进去 东方硕就心生一技 就跑到四面上面去摆摊子 那个时候正逢大年 每个人都想要算命 他的摆摊子普挂算命 每个人来跟他算命 他都给他一个红纸条 也就是他的签运 上面都写大年初六被大年十六被火焚身 就每个人都拿到这个签 只要算命都拿到大年十六被火焚身 结果这个东西很快就在京城里面 造成了恐慌 汉武帝当来也就立刻得到了这个消息 也拿到一个签 说大年十六被火焚身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每个人都人心惶惶 汉武帝啊 这个时候就问他的宠臣东方硕 东方硕说来来来 为什么会有这种传言 你上之天文下之地 你又会普挂 能不能帮我算上一挂 结果东方硕掐子一算 眉头皱起 就跟汉武帝说 哎呀 玉皇大帝不知道为何发怒 元宵节也就是 大年十五的时候 想要火烧金城 这个汉武帝一说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该如何解呢 东方硕就皱着眉头 剁着布 走来走去 就想到了 我跟你说个好方法 汉武帝说 快说快说 现在大年 我们要赶紧去动作 他说对了 第一个我跟你讲 就是每个人家在大年十五的时候 一定要挂上灯笼 而且上面写上元宵两个字 为什么 因为那是元宵节 每个家都要挂灯笼 他说挂这灯笼有什么用呢 玉皇大帝高高在天上 看到金城里面挂满红红的灯笼 他就以为已经火烧金城了 所以这就容易骗过玉皇大帝 然后把所有的人啊 都叫进金城里面赏这个灯笼 然后大家就会开心大叫 边放烟火 玉皇大帝一看 这不就已经达成 他心里的目的 怨气就销毁了吗 然后另外一个 他就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玉皇大帝到底派谁来火烧金城 派的就是火神军了 火神军喜欢吃什么东西 火神军最喜欢吃的就是汤圆 你不是有个宫女特别会做汤圆吗 她的名字好像就叫做什么 元宵的 嘿这个时候我跟你说 你就请那个宫女啊 在大年十五的时候 做一些元宵 然后在宫里面什么 拜拜祭拜谁 祭拜这个火神军 这样子火神军 看到这个状况 吃了汤圆甜甜 年年的回到玉皇大帝跟前 也就不会报告这个事 这个事情很容易就瞒过去了 结果到了大年十五那天 真的好多人就到了金城里面 看到那个灯笼上面就写什么字 元宵两个字 当然包含了这个宫女的家人 妈妈妹妹 一样他们进到金城里面 看灯笼的时候 发现上面都写着元宵 结果他们两个 就他的亲人也大叫元宵元宵元宵 结果那个宫女在宫里面 自己在做汤圆的时候 就听到了他非常熟悉 妈妈妹妹还有亲人 叫他名字的声音 他以一姐思想之情 从此啊元宵节怎么样 汉武帝就下令 金城或全国各地 一定要挂灯笼 还要吃汤圆 而这个汤圆就以那个宫女命名 叫做元宵了 话不多说故事 跟大家分享完毕 赶紧时间交给老婆 来分享这个非常好吃的 客家闲汤圆老婆 上 大家好 思雨如姐 今天做的这个汤圆 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内馅 第二个就是外面包的这个 面团 面团 第三个就是汤头 那这三个部分 其实每一个环节都蛮重要的 所以大家今天要仔细看 因为我做的这个大汤圆真的很好吃 真的超好吃 这个是萝卜干 萝卜干其实这个我已经泡过了 泡软了 对 我们先来做馅料 是去年的时候我们自己晒的 其实自己晒萝卜干很香 泡过水以后 我们就先把它切成细末 对 这个是一个客家妈妈教后的 她说啊 你加了这个真的很好吃 因为很多你外面买的没有加这个东西 第一个它会增加口感 第二个它就多了一个鲜香的味道 对 发酵的一个香味 大家如果没有自己晒的 去买也可以 但是要尝一下咸的 所以稍微泡一下水 切碎 接着这个是虾干 虾干这个已经泡过水了 我把比较大的挑出来 那个是汤头煮汤头的时候要用的 好 那其他的呢 我们就一样把它切碎一点 香菇先泡水 泡水以后这个香菇水要留着 然后香菇尽量把它挤干一点 这个一样要分成两个部分 就是切片的这个 这个也是糖头 然后我们还会切一些 比较碎的 示范一下 对 这种碎的呢 就是一样炒到那个料头里头的 就是中间的馅料里面 就把它一样 对所以馅料的部分全部都是切丁就对了 接着切一些这个芹菜末 切一些这个蒜苗 好 现在蒜苗都很漂亮 这我妈种的 所以很大意 一块我买这一块叫做脱胸肉 也叫四方肉 这一块肉我发现它真的好好吃 就是它这个肉啊 不柴 对 而且它的油脂啊 会弹牙 对 不会太油腻 我们切的时候呢 其实就大概 反正就切成肉条 这是要炒在汤头里面的 怎么切来切去都是肥肉 OK我们现在馅料全部都已经处理好了 这个部分是炒的馅料内馅 旁边的这一个呢 是汤头 OK 那我们准备上锅 这个我先煎一些猪油沙 如果没有猪油啊 就用一般的沙拉油就可以了 只是加了这个猪油 它上面的这个猪油渣 都可以包在馅料里头 超好吃 超好吃 先把这个猪油渣 把它撈出来 放在旁边备用 刚才那些猪油我们留一些 直接来炒馅料 先下这个 香菇 香菇丁 这个一定要把它炒香啊 有炒没炒差很多 在炒内馅的时候 一定要有点耐心哦 这个香菇就是一定要把它煸到焦黄 它才会香 对 不要把所有食材全部丢进去 对对 可是我发现这些客家美食啊 它的馅料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香菇虾干然后萝卜干 就是这几样 可是同样的东西啊 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 就差那么一点诀窍跟耐心 对对对 就是要到位 对 好 这样子已经黄了 香味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就虾 这个 虾干 虾丁进来 虾丁它进来以后 它多了一个海鲜的味道 对 那等一下炒一炒 它就会一直乱跳 虾丁 有有有有有 虾子在跳的 有有有有 再跳就可以哦 这个萝卜丁进来 萝卜干 对 好 这个让我炒一下 好 接着我们就来炒绞肉 绞肉 嗯 绞肉你要记得 请老板帮他炒一点肥油 这样比较好吃 对对 这个料我们把它推在上面哦 下面就是炒这个绞肉 对 OK 差不多了 你看有 有一点焦黄恰恰恰了 对 OK 那我们现在要来下调味料了 好 先来小火 你在旁边 炒一些酱油 来一点酱香味跟颜色 对 再给他一点点的盐 炒着炒着猪油又出来了 对 他那个油啊炒熟了他就跑出来 下一点砂糖 嗯 不能太死咸 对 然后一点点味精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胡椒粉 对 一定要多 才香 嗯 就是这个馅料的胡椒粉 对 然后最后 还有一个灵魂就是这个 红葱油 对 红葱头炸的 好快哦 现在才大火啊 超香 翻一下 这样炒熟了 中间馅料就已经炒了 对 然后最后 不要忘记 我们刚才的这个 猪油花 进来 来不及了 差这么远 呵呵呵 我可以藏在这边 那你吃不到 好 这样我们就熄火了 这个馅料就已经先炒好了 赞啦 现在那个馅料一定要把它放凉了哦 我们这个时候再来做外皮 汤圆的外皮要用那个糯米粉来做 像这个糯米粉它是600公克 你要看一下背面 它会跟你讲 它要加多少水 所以这个600公克就是要加480克的水 你就照着它的比例去操作就好 那你买的牌子不一样 你自己要看一下哦 对 不要差太多就好了 那这一包600公克 我就让它全下 这是抬斤一斤 对 好 接着这边就是480克的水 先把它倒进来 我们先把它 混合在一起 现在我这个 米团 已经揉好了 你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好的 但是这种米呀 它跟面粉不一样 它其实是没有延展性 所以你看这样子 它就碎了 对 你如果直接这样子拿去包的话 那个汤圆到时候就很容易开口 会裂开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小动作 这个动作很重要 我们要做一个板凉 你看我随便拿一个 把它捏成这个薄片 对 我们做 三个好了 好 这个我们就把它拿去煮 好嘞 为什么要煮这个东西呢 就是让这三块先行糊化 糊化之后产生一定的黏度 就可以把其他的 面粉一起黏在一块 一方面在做的时候容易成型不会裂开 再一方面吃起来会比较弹 就先做三个板凉啊 拿来先煮 让它糊化 它现在已经飘起来了 就代表它已经熟了 那我们就直接先把它夹到这个 刚才的盆子里面 你看我戴的手套 因为这个会烫 我们已经稍微把它放凉一下下 你现在看它延展性 对呀就变好了 好你再看这个 一看就是碎的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 跟这个 面片 不是面片 米 面团 米团 揉在一起 我现在已经把它分成两个长条了 这个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感觉到 它的整个粘性啊就变得很好 那我们就这样子切 切大切小都可以 反正你切的大一点 就把大堂圆 切的小堂圆的 现在我把这个芹菜 放到这个馅料里面把它拌一下 馅料一定要放凉再放芹菜 这样子才能保持那个芹菜的脆口的感觉 一般不会加芹菜 但是我发现加进去更好吃 这个面团你还没有要用的 要把它盖着哦 好 我们先把它搓成一个圆形 然后我们把它 这已经是汤圆了 我们再把它 整成一个像碗弓的形状 中间把它凹进去 然后 这个我们再把馅料把它加进来 因为我们今天包的这个汤圆啊 其实蛮大的 对 大汤圆 OK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 虎口的地方 然后边转边收 对 这个虎口我们就这样子 大家看起来好像很容易 但是还是要包几个 对 没想象中那么容易 我刚试了几个 都烂掉 这个这样子 反正就把这个口把它收起来 好 这个旁边这个就不要了 对 OK 然后再把它戳一下 漂亮 自己包的真的是皮包线多 对 我今天在市场看啊 比这个小一个要10块钱 这么贵啊 对 而且重点是啊 我觉得 自己包的不是要好吃 虽然比较费工 但是每年就这一天而已 跟小朋友一起做 对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小孩叫来包了 所以皮要多准备一点 他会把它包 因为他们都会乱搞 对呀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包什么 他给我包巧克力 花生草莓 草莓果酱 对 还跟我说很好吃 你看 你怎么包好疼 如果 这个因为它没什么粘性 它如果破了啊 怎么办 你就再拿一个这个 皮把它包起来 它可以补起来啦 就很像补轮胎 大家可以学起来 我怎么弄都破了 有个无聊的 你把这边捏紧 旁边又破了 然后后来过去 你就直接拿一块 皮再把它包住就好了 然后戴手套比较好包 赞喔 我们现在都包好了 这边先烧一些水 这是刚才泡香菇的水 直接把它倒到这边来 当汤底 对 然后我们这边 已经 锅子热的 这是刚才的猪油 好香啊 好香啊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煸这个汤头了 汤头就是香菇掀下来 自家咸汤圆的汤头也是一绝 不要光吃汤圆而已 一定要配着这个汤头煮 超好吃的 对 一定要把它炒香 就是要煸到这个颜色喔 就是要煸到这个颜色喔 好大的虾肝进来 这跟炒馅料差不多嘛 就差不多 只是一个是 成型的 一个是丁状的 好这个 肉就进来了喔 果然一模一样 只差一个萝卜干而已 这个肉也是要把它炒到恰恰 所以我们在里面 先炒一些酱油 对 酱油一定要防止的时候 在锅边先炒下去 让它的酱香味合适 对 好 漂亮 感觉就上来了 好香喔 OK 这样这边就好了 先把它熄火 漂亮 OK 现在这个水滚了 我们就可以下汤圆了 蛮漂亮 对 登登 它已经浮起来 其实就代表已经熟了 因为里面馅料其实本来就是熟的 我们现在 只是等那个面皮熟 对呀 原本就炒熟了 对 然后所以这个刚才炒的这个料 现在把它进来 煮滚了 好香香香 调味了 这个我们先给它加个两匙的盐 盐吧 对 味精 体鲜 现在做个调味 我们刚刚加了两匙盐巴 一小匙的味精 嗯 接着我们加 胡椒粉 这个胡椒粉重要 对 再来 这个是什么 红葱酱 或者加一些葱油 让汤头带一点香味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童蒿 童蒿其实也算是主角 对对对 它那个汤头味道完全不一样 你现在看它很多 它等一下就不见了 所以台语里面叫它什么 法国菜 对 对对 这个我们把它放进来 哇同号消下去了 然后 最后呢就是这个蒜末 蒜苗 蒜苗 然后一些青菜 漂亮 然后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直接 Go 超香超好吃的客家咸汤圆来来 哎呀每年就是期待这一刻 光闻就特别香 哇汤鲜味美 对 你看这汤圆 比外头的大多了吧 很大一颗 我们前中历有一家 虾子汤圆 老婆你知道吗 超大 嗯 也是客家人做的 吃一碗 对 好香啊 皮薄馅多 哈哈哈哈 我啊 吃的时候都会再把它咬开一个口之后灌点汤 油油的超好吃 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啊那个口感真的非常有层次啊 香菇的香 然后吃到那个瘦肉 它会有一个特殊弹牙的感觉 还会有萝卜干那个比较有咬劲的口感 再加上芹菜脆脆的感觉 超棒 然后多咬几口 突然就会爆出那个猪油渣的味道 狂香 对 吃起来超幸福的 但是吃这个东西啊 要跟大家特别提醒 吃的时候不要一直讲话 因为有的时候有的老人家容易被噎到 也不要太打口去吃它就对了 糯米还是要小心一点 超 好吃 这碗叶全家一起包 真的非常幸福 以前我老婆他们就是 兄弟姐妹啊 一起就是在元宵节前 就回到他们家一起包汤圆 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 有的时候我们吃的不仅仅是美食 这是一种回忆 一种情怀 张心办谈 天天都有心事 咱们下回见 拜拜